杨超越的某些行为有多招人讨厌 杨超越在片场擦完鼻涕 居然随手就塞给了助理 可以看出助理真的是很无奈 但是又不能不接上 而在综艺拍摄现场 杨超越竟然当众对着海滩吐滩 在公共场合独谈 这也太没素质了吧 同样是在综艺节目上 当其他艺人都在吃饭的时候 他却因为没有辣椒酱当场发脾气 我真的是吃不下了我 我需要辣椒 明明知道是要录制节目的 居然因为没有辣椒酱就哭闹 这也太矫情了吧 在同样的一档节目里 杨超越因为节目又苦又累 气得去打导演 既然是来做节目的总得有心理准备吧 玩游戏 玩游戏玩哭的我见得不多 玩游戏了就哭 把旁边的男嘉宾都给整萌了 同样是在游戏环节 杨超越不仅在提抢的时候 一直乱好 输了比赛 也对着对面怒好 节目上都这么暴躁 真是把他们团队形象都败坏了 感谢观看